旭广長 . 詞以文童,詞以文童,詞・譚詞文豪 《張開記者會》 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還有各位線上的朋友 今天召開記者會主要是要回應今天早上 民衆黨團決定突然開了一個記者會 重新把省计部针对高端的 或者相关疫苗的报告 又炒了一次冷饭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议题已经找了 在体制内或者国民党等等的记者会 开了非常多 也做了很多讨论 听完今天早上 民众党的记者会之后 我们发现毫无新意 而且跟这个党的习性一样 就是复制贴上 把过去一段时间 所有我们看到 针对疫苗相关议题的媒体报道 委员的咨询 通通剪贴复制贴上 成为他们今天早上的内容 那既然是朝冷饭 为什么还在开这个记者会 很显然 他的目的就是要卸责甩锅 柯文哲这两天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灾情 水灾的灾情 风灾的灾情 处理不当 所以他必须要所谓围城救科 是要帮 柯文哲 谢哲 甩锅 那我要先强调一下 有关审计部的这个报告 我们在上个礼拜 财政委员会10月6号 已经做了专报 卫环 卫护部的官员 到了卫环委员会之后 也做了三官的说明 几乎是问好 问饱 问满 然后同时呢 上个礼拜 我们在院会当中 也把审计部这个密件的报告 各党四个党 都同意交付 财政委员会来审查 委员会来审查 简单讲 最快下礼拜 财政委员会 就会针对这个专报内容 来做审查 所以立委的责任是 好好的审查 审计部的这个报告 而不是 在这个密件报告 还没有正式被审查之前 开始用各种记者会的方式 片段的 甚至扭曲的 这个报告的内容 那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礼拜一 审计部就是昨天 在业务报告当中 几乎所有的委员 也是针对这个 所谓审计部 针对疫苗采购的报告 进行了巡打 包括张其路委员自己 昨天也在 这个财政委员 做了巡打 那邱成委员 并没有出席 另外国民党 昨天记者会也开了 那这个民众党 真的也不太掌劲 内容完全不脱 昨天国民党记者会的内容 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只是更多的政治的指控 那这也是我们觉得 这场早上记者会 是非常荒谬的记者会 在风灾 还有后续要处理的过程当中 民众党的党团 急着开记者会 只是为了他们的党主席 来护航 甚至来甩锅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审计部的报告 很快下礼拜会交互审查 那有关的内容 不只是采购会被检验 这个报告本身公不公益 也会被检验 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审计部提到 这个所谓采购过程 好像避开了 这个政府采购法的规定 要求行政部门注意 可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审计部的官员 昨天在处英委员的寻达当中 也几乎露出了马脚 完全状况外 因为我们知道 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105条 本来这个机关 在办理相关采购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例外条款 包括国家遇到战争 天然灾害利益 或等等的 需要紧急处置的采购事项 或者第105条 第一项第二款 人民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 遭遇紧急为耐 需要紧急处置之采购事项 都可以避开一般的 正常的采购法 那更不要讲 这次为了疫情 我们还通过了 所谓的纾困振兴的 特别条例第7条 就授予了我们指挥中心 为了防治控制疫情的需要 得实施必要之 应变处置或者措施 所以不论从原来 采购法的相关例外规定 或者是特别条例的 赋予行政机关 可以避开采购法的这个法源 可是呢 审计单位在写这个 所谓调查报告的时候 完全避开了 这些法令的规定 那显然 这个审计部的报告 部分内容是禁不起检验的 那既然禁不起检验 就不能用片段 用审计部的报告 去指责行政部门 在疫苗采购上的一些 所谓的缺失 那我再强调一下 最快下礼拜 审计部就要面对 在立法院里面 大家针对这个 所谓机密报告的 相关的一个寻打 那这个时候 立法委的责任就是 回到委员会 好好的审查 因为民众党 在上礼拜的院会 也同意 把这个报告 交付委员会审查 所以与其开记者会 在这边放话 为成就科 还不如下礼拜 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下礼拜的咨询 然后把整个报告 做好好的审查 以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请 楚音委员来做个回应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在立法院当中 我们自从开议 然后委员会 进行实质审查之后 针对有关于疫苗采购 审计部所提出的 事实查核的报告 不论是在财政委员会 或者是在未还委员会 我们都已经经过了 多项的讨论 以及审查 或者是监督 但是就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民众党团 却开了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的用意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从礼拜天开始 台北市的水灾 的灾情逐步的传出 就像昨天 我们看到的是 有上百辆的车子 就成了泡水车 原因就在于 台北市政府 四点关水门 四点四十一分 才发LINE 通知 告知 这完全就是造成了 台北市民的财产的损失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柯文哲 人却在外县市浮选 他在新竹 为高宏安 流下了眼泪 但是这些 百万辆 泡水车的车主 才真的是 欲哭无泪 在这里我要讲的是 有关于疫苗的采购 那么立法委员 身为 这个 审计部相关的 全责的监督单位 我们在立法院当中 事实上过去两个礼拜 都已经 有所讨论 所以说 在这样的时刻点 民众党 你是不是 成为了 柯文哲 北市府 所谓的 北市 防灾 缺失连连 但是柯文哲 依旧在甩锅 而你民众党 成为了 柯文哲的遮羞部 我要讲的是 这四十一分钟 是怎么发生的 过去在同样的 我们质疑 新北市 有恩恩案的 八十一分钟 看不到真相 现在台北市政府 也有 简讯 晚了四十一分钟的 水门案 让这些车主 欲哭无泪 但是你柯文哲 却是在外线市 帮忙流眼泪 我要强调的是 每一个立委的职责 是应该 回到委员会 或者是 回到院会当中 来去做讨论 在委员会 你有没有 好好的认真的质询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审查 相关的报告 他才刚好交付了审查 而你现在 居然就复制贴上 国民党的题目 来开记者会 我要呼吁民众党的党团 不要成为柯文哲 甩锅的遮羞部 在这一场台北市的 淹水的灾情当中 刚刚甚至有 最新的讯息出来是 在关水门的同时 有议员发现 还有十个人 是被关在水门外 更不要说 从礼拜天开始 我们看到的是 北投出现了土石流 阳明山出现了土石流 然后在文山地区 景美的 学校的操场上 居然 有这种 所谓流动型的 便利型的 这个公厕 就漂流在 学校的操场上面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台北市吗 但是台北市长 不在家 台北市长告诉你 就是民众的车子 或者是你自己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种一推二五六 一披天下无难事 民众才要问 那么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市长在哪里 但是这些缺失 现在是不是 民众访团 正在操作一个 围城就科 把所有 其实应该 台北市长 柯文哲要负起的责任 透过一场记者会 把它转移焦点 我要讲的是 台湾现在 要迈向的是 疫后的新经济发展 过去 在防疫这段期间 不论是疫苗采购 或者是口罩的生产 又或者是 快筛剂等等 这些整个 防疫的过程当中 身为立法委员 不是不能监督 但是你监督的 时间点上面 还有你操作的过程当中 都充满了 政治操作 不要想要 围城就科 因为柯文哲 台北市政府 的职责 必须被追究 就像刚刚 台北市政府的 水利署 也承认了 早上八点钟 所发出的讯息 是车辆 只出 不进 但是 没有告诉民众 你什么时候 要关水门 正式决定 关水门的时间 是下午的 三点钟 而且正式 透过 耐简讯公告 是四点 四十一分 也就是 已经关水门后的 四十一分钟 这样子的 四十一分钟 的延误 延迟 导致了这些 百万辆车的车主 他们的损失 柯文哲 你要出来 讲清楚 说明白 我要再次强调的是 在防疫的过程中 有许多东西是 可以 立法委员 可以检验 但是不是利用 政治操作的方式 现在 摆在眼前的 是台北市政府的 水灾防范 防灾 缺失连连 而柯文哲 现在正在甩锅 企图 用民众党党团的 记者会 来当遮羞部 我再 补充一点 就是说 台北市民 要求他们的市长 在风灾 甚至水灾期间 坐镇台北市 有这么难吗 有这么难吗 然后还要被市长甩锅说 市民 或国民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不负责 柯市长不负责 也就算了 还要甩锅人民 这个水门案 凸显的就是这样 高的心态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国民 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话 那市府 更要为自己的职务来负责 一个市长 然后到第一线的市府的人员 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 在风灾期间 在台风期间 好好的坐镇 整个相关的 排灾的这个指挥 执行的体系 有这么难吗 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下 民众党团 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间点 还要转移焦点 把整个水灾 风灾的这个疫情 这个情况 把它转移到 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 因为这两天 大家都关心的 是整个北部地区 风灾阻哨城的伤害 那这时候试图甩锅 卸责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呼吁民众党 不要当一个护航党 只为了护党主席 把人民最关切的议题 甚至呢 他们党主席 或者柯市长 应该负的责任 完全急着要卸责甩锅 好 各位媒体朋友 没有什么样的提问 如果没有话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边 谢谢